三下四虎皮白羊群啊 五云生生 团天下 啊呀呀呀哟 中华瑰宝 永远留错儿 啊呀呀 呀 当王慧放下妻子母亲师娘的身份 重新站在那家舍皮古钱时 他仿佛回到了风华正茂的时光里 站在台上手腕轻动 孤身悠扬 半身清脆 人生婉转 他依旧是那位名动京城的曲艺名角 都知道他曾是天津卫的名角 也都知道他是郭德纲的妻子 等于是的大家长 但又有谁知道 为了能让这两个身份共存 王慧这些年做出了多少努力 决定和郭德纲结婚后 王慧就下定决心放弃自己的事业 全身心的支持老郭实现自己的相声梦 但当时 等于社只是一个积极无名的小团体 不仅演出要靠自己争取 还会时刻防备同行的打压 那时的等于社经济十分紧张 赶上收入不好的时候 王慧还会将父亲给自己的陪价卖了 补贴家用 我从天津带来的首饰啊什么的都卖光了 那时候我就觉得 就根本就好像没有头了 这个就觉得没希望了 即便是如此困苦的日子 都没让王慧害怕退缩 也正是王慧全力以赴的坚持 2012年左右 等于是迎来事宜的第一春 为了能让慕名远来的观众听到相声 老郭直接在舞台上佳作 还上去来做啊 那大怎么办呢 那时等于是的门票一票难求 经济的增加 也让王慧稍稍喘了口气 但师娘肯定不知道 再过两年 郭其林的一个要求 又让王慧陷入到忙碌的生活状态中 2014年 年满18岁的郭其林 给自己的母亲王慧 提出一个她无法拒绝的要求 都知道 王慧是郭其林的继母 但两人之间的关系 和亲生母子没什么区别 刚结婚那会儿 考虑到郭其林还小 两人一直没有要孩子 王慧甚至还想着 只要郭其林一个儿子就好 但董事的大林子 在自己18岁生日的时候 婉转地告诉母亲 希望有个弟弟或者妹妹 看着为自己着想的儿子 王慧忍不住 红了眼眶 2015年 郭德纲二儿子郭芬阳出生 如今郭芬阳已经7岁 开始上学后 王慧便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 发扬鼓取的这颗种子 开始慢慢地扎根发芽 2021年年初 德云社龙子科招生期间 德云鼓取社也正式成立 国庆期间 在天津坟社登台演出 郭德纲亲子给妻子报幕 但阵型低迷许久的鼓取 并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 就像师娘在综艺节目中所说的这般 其实我们鼓取 也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谷 演员的流失 然后乐队的老化 使得这些观众 离我们这门艺术越来越远 我是从小学艺 作为一名演员 我觉得我有责任 我也有信心 把这一行弄好 好 但这些问题 沈儿哥相信 在师娘王慧的带领下 一定能逐一解决 毕竟在王慧身后 有整个德云社的支持 不过让沈儿哥最意外的 还要属郭麒麟 郭芬阳兄弟俩的加油方式 大家好 我是郭麒麟 大家都知道 我的母亲曾经是一名 职业的京韵大鼓演员 因为对家庭的照顾 我的母亲很早就放弃了 在目前表演的机会 而退居二线 这次做儿子的 听说我妈又要重出江湖 希望我妈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能够尽情地享受 京韵大鼓 给她带来的快乐和满足 妈妈 我爱你 妈妈加油 一位成熟稳重 一位天真活泼 老郭为王慧的加油 更是要是一个懂得 爱情的本质 想必王慧此刻 浑身都充满力量 我们也无比相信 有王慧这位取他名角 鼓取的未来一定美丽且灿烂 我们的传统文化 也将熠熠生辉 有人说王慧一见德纲 悟前程 但这前程 是个绝大悟的值 没有王慧的权力支持 哪有如今 等于设的相声盛事 没有王慧的情理情为 哪有鼓取的重振旗鼓 您喜欢王慧的经营大鼓吗 欢迎留言告诉是哥 今天又是期待酒粮 来看我视频的一天呢 喜欢的话 点个关注呗